花园们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小木槿 那这个小木槿是我去年扦插的 就是找了一根手指这么长的一根枝条 做的一个棒棒糖 养护时间大概应该有一年了吧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小木槿如何度下 那像我是做了一些防晒的措施 就是铺了一层防草布和铝箔胶带 小木槿在夏天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 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花对吧 很多人在夏天把它养死 其实就有一个原因 就是根系出了问题 那像比如说一个长期的梅雨季节 突然就是天晴了 然后一个大太阳暴晒 那根系肯定会受不了对吧 所以我们就尽量要保护一下根系 让它的盆土就是降温 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它的根系生长 那大家可以像我一样 就是给花盆就是包起来 对吧 给它降降温 这样的话有利于它的生长 好 喜欢可以关注我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